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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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吗 我现在的行李一片狼藉 就是我那个床上全是我的东西 然后 还有各种东西在桌子上 还有地上 就是我可能我收拾 我就得 我就得收拾个 一个多小时 再收拾收拾自己 你先收拾收拾自己 先把自己收拾了 先把自己收拾了 然后再收拾收拾东西 然后 五点半发车去机场 八点多的飞机 十点多 十点多到上海 然后十二点有排练 但我感觉去不了了 谢谢炒饭的 零点一分 谢谢炒饭 就是我感觉 就是我 就是我明显的感觉到 我的身体快不行了 我感觉到 我就是觉得 就是觉得 不行了 不行了 我就是再这样下去 我快死了 但是好像不让请假 就明天的卡列 貌似是不让请假的 我也不知道 就是我今天 我今天其实嗓子有点哑 就是在那个结束之后 在 在哪个结束之后 在那个 我想一下 在那个 在那个握手和合影 握手会结束之后 电源结束之后 然后呢 我就是 那会儿我就觉得 嗓子有点不舒服了 谢谢七十的巧克力 那会儿我就觉得 你嗓子不舒服了 然后我就是 去那个了吗 去哪个了吗 我去修 就是 就是开场前 我就休息了一会儿 但是感觉 咱们就是说 感觉好像也没什么 没什么修 就是 就没什么用 就休息的 然后 而 而现在我觉得 嗓子有点疼 啊 有些人 就是 就是有些人 有些人 还给我送了 一大大力 那个龙眼 那个龙眼 然后 然后大家都嘲笑我 他说 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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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眼 有一个人 不是有些人 有就是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给我送了 龙眼 然后大家都嘲笑我 就是 就是你知道吗 他们说 龙眼这个东西 一般 咱们一天 吃个两三 吃个几个 那就是 嗯 就是吃个 吃个四五个 咱们就该停止了 就该上火了 就做了一大袋 然后明天 我就带不走 送一大袋 然后明天 我就带不走 然后大家 我付给大家吃 大家也是说 怕上火 都不吃 然后吧 我刚才又吃了几个 然后我嗓子更疼了 我真是服了 不是真的 你们不会上火吗 龙眼不上火吗 龙眼不上火吗 会的 吧 反正他们说会 谢谢 谢谢老板 您过好 谢谢 不是送给别人 你不是自己吃了 然后 说一下这些感受 我憋了好久 有些事情憋了好久 终于可以说了 谢谢蓝金的 美金花 谢谢 就是我第一天 到这里的时候 是前天晚上吗 前天下午吗 然后前天下午的时候 咱们就是说 我们第一次去 就是上巴的 不是上巴 广巴的 广巴的那个中心 然后咱们就第一次 这是咱们这个 Top16的人 就是新人Top16的人 然后第一次聚在一起 当然啊 当时人没急 就大概聚了一些人 谢谢七十的帮弟 谢谢七十 然后就是 当时咱们太不熟 就还 就还是那个 默默生生的 然后我也不敢 就是我就 我就我就 我就不敢表现自己 就是什么 怎么一个表现自己的 我就不敢放飞自我 咱们就不敢放飞自我 我那天 第一天见了他们 谢谢七十的帮 巧克力谢谢 我那天第一天见了他们 我就很装 怎么个装呢 我就是 你好呀 嗨 你好呀 嗨 嗨 我就跟他们 嗨 我还不跟他们说话 他们跟我说话 细声细语的 我跟他们说 细声细语 对 内向文静小女生 然后呢 从第二天一开始 就熟了 第二天一开始 就熟了 我就开始在他们面前扭屁股了 我就开始在他们面前扭屁股了 然后我还就是 我就开始在那蹦的了 谢谢小女子的荧光抱 谢谢 然后到今天 已经完全放飞自我了 我已经就是不仅 不仅啊 在他们面前扭屁股 我还在他们面前 不对 我还直接摸他们屁股 不仅在他们面前扭屁股 我还直接摸他们屁股 然后就是 今天就是 今天就是很画牢的一个人 今天就是 因为很开心嘛 唯一开心 我画得多 唯一开心 我画得多 我画得多 然后我今天 我今天一整天 我在这儿说话 就从早上 一直说到晚 就一直 巴巴拉巴 巴拉 巴拉巴 不停 巴拉巴拉的不停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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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 就是反正 就是放飞自我 好开心 好开心 然后 说到开心 我想起一个事情 就是前天嘛 我不是第一天 来到 广巴拉 然后那天晚上呢 就是第一次 和我的助演们 哦 说到助演 就是非常 就是很谢谢 彤彤 还有 小杏 能够来给我助演 因为我本来 选这首歌的时候 我构思的舞台 就是 就是用原版来改 就是用原版来 稍微改一点 然后 我就想 就是三个人 然后当时 当时因为那个姐姐说 只能找这段时间 就今天 在广州的人来助演 那我怎么知道 今天谁在广州呀 我就说 那我就是问问 广巴的 有没有人 可以来给我助演 但是问了好多人 大家都是要么 去巡演 要么就是 批 报批问题 可以试试 请问他 就是我当时 就是去问了 罗可嘉前辈 我去问了 罗可嘉前辈 罗可嘉前辈 很开心 很乐意啊 但是 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罗可嘉前辈 他的 他是台湾籍的 他是台湾籍的话 我们就是说 报批需要一点时间 报批的话 要提前一个月 对 我说过这个事情 然后呢 咱们就是说 当时就是 就是 就是陆陆续续 问了好多 好多个前辈 好了 就是大家都是 就是说好呀 好呀 然后他们又临时通知 要么去上海 去上海巡演 或者是去上海 有沾眼 或者是 有珠眼什么的 然后或者就是 这个报批问题啦 然后就是 当时 把就这个 这个事情 已经到 报批的日子了 已经报上去了 然后当时 只报了 疼痛 然后但是 我还缺一个人 要怎么办呢 还缺一个人 要怎么办呢 然后之前 之前其实 之前很多个时候 好几次啊 好几次 他们都跟我说 其实可以找 可以找小兴前辈 主演 我不敢呀 我不敢问 我不敢问 我可 我可内向了 我可内向了 我不敢问 我不敢问 这是不是 我何的何能 找小兴前辈主演啊 没想摸 人家屁股 想摸 爱摸 然后 然后但是 但是当时 那个staff姐姐说 如果我要再找 一个助演的话 就只能 就是在这个 新人top16的人 里找了 因为他们已经 暴屁暴人去了 不能再加人名字了 不能再加人名字了 然后呢 我就看 就说 因为之前 有人给我提过 马克一 找小兴前辈主演 然后就是 嗯 就是 谢谢和马力 好 谢谢 然后就是 咱们就是 嗯 天选大条 咱们就是问上了 然后前辈也很乐意的 来给我助演 然后呢 就是 就是 就是他很乐意的答应 他 而且 而且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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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恋的时候 就是也很 就是 咱们就是说他 就是 很好呀 就是很好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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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是什么来着呢 忘了 又忘了 又忘了 要说啥了 又忘了 要说啥了 反正就是很 哦 就是 就是说 当时他答应给我助演的时候 我直接找他就行了 不是呀 可是咱们没 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你知道吗 就是咱们就是说 有时候啊 其实是我们 就是 我们 我们的口袋 其实是可以互相 互相发私信的 但是有些时候 有的 有的人 他可能就不看那个私信 就有时候我也不会看 我就是 哦 想起来了 才会去点开那个私信 所以 就是有 就是 之前有给别人发过私信 但是人家好像没看到 但 但说的 说的不是小信前辈 说的不是小信前辈 所以呢 后来我就 放弃了 这一个途径 就是 在口袋发私信的途径 明天见发车 明天五点半发车 明天五点半发车 好早呀 但是飞机就很早 飞机是八点多的 把联系方式打一块 贴楼道里 那那那那那 那这个有点难 不是 不是难 这 这有点那个什么 不太好 今天 今天 也也见到你咯 睡不了 不能睡 睡就睡过去了 然后就回不了 就是回不了上海了 确实是 就是错过总选了 就是 到时候就是怎么说呢 得自己花钱 自己花钱买机票回去了 然后 然后 其实我特别特别特别的 想谢谢 统统前辈 就是统统前辈 就是你们知道吗 谢谢蓝金的玫瑰花 谢谢 谢谢七十的巧克力 就是为什么特别谢谢 统统前辈呢 是因为 我最开始 问的是 问的是 陆静婷前辈 问的是 蜻蜓 然后呢 因为 他本来是答应了的 但是呢 因为他们 他们队伍不是 恩碎 恩碎要去上海巡演吗 昨天嘛 恩碎昨天要去上海巡演吗 就来不了了 来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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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来不了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就跟我说 他室友可以 他室友 他室友 那是彤彤吧 他说他室友可以 他室友很愿意给我注意 我就说 好呀好呀 然后呢 就找到了 彤彤给我注意 就彤彤给我注意 然后吧 后来 之前不是跟大家说吗 之前不是跟大家说吗 那个 呃 呃 呃 咱们就是 本来想 找谢菲菲前辈住院的 谢菲菲也去 也去上海了 谢菲菲前辈也去上海了 然后呢 当时 当时就 就就就就很迷茫 就很迷茫 不知道该找谁住院了 然后就 就去跟彤彤说了 我跟彤彤说 彤彤就 就是到处帮我问 你怎么知道 就彤彤就是 彤彤我去问 去问大家 可不可以 来给我住院 就是 问了好几个前辈 然后 就比如说 罗克嘉前辈呀 就答应了嘛 但是又 就是他不是要 又就是那个 报批问题 又去不了了嘛 然后 对 还问了 还问了一两个 然后呢 我还活力满满 还好了 还好了 然后 后来也是 我说 要不咱们问问 问问小幸前辈 然后 就去问到小幸前辈 但是这个 过程中呢 就统统帮了我很大的忙 而且 而且 而且就是 就是 我要找卡比的话 这个台上 我俩就是在台上疯了 然后 然后当时 就是我第一天来 这个 我第一天来 这个广吧的时候 然后那天晚上 我第一次找我的 助演们 就是我们一起 合着排练 这个东西嘛 然后 然后什么事情呢 我今天 因为今天是很开心 你知道吗 我今天就开心到 爆炸了 就是我今天 我今天就是 就是跟我 跟我出道那天 一样开心 我出道的时候 我出道那天 也是很开心 我出道那天 也是这么开心 然后我今天 今天我就真的 跟我出道那天 那天一样开心 就是 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我刚出道的感觉 就是我今天 刚出道的这种感觉 然后 就是说到哪 说到 当时 前天晚上 不是第一次 和小幸前辈 和同学前辈 一起 排这个舞台嘛 然后那天 像小羊 然后再眯眯 然后今天 然后那天 那天 那天刚见到 同学前辈的时候 他就 就是 就是很热情 也不算热情 就是感觉温温柔柔的 哎 好喜欢 然后 当时我就很喜欢 然后呢 当时因为 就是很开心嘛 然后很喜欢 不是啦 就是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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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啊 然后而且 就是 之前 之前 之前因为 我有很多道具 我的道具 装不下行李箱 我要 先 寄到广州 这边来 所以呢 我就是 问童童 我说 我说 我的道具 嗯 要寄到剧场 还寄到这中心 然后那个童童 就可以 就说 我可以寄到他 那他先把我收着 就很感动 然后我来着第一天 我们就跟他一起 去找快递 找快递 就是很感动呀 然后还有就是 嗯 就是他还去帮我问 问 问老师 要这个 粗心女孩 要粗心女孩的这个 这个 原视频 然后各种的 各种的 然后 然后你知道吗 因为我那天 我也很开心 然后他就在 他就在房间里说 他在房间里说 排了个柱页 然后说我 说我 我 说我很开心 然后说我 说我每天 就是说我 跟他说的每句话 都是笑着呢 整个排练 都是开心的 然后说 很羡慕 我的开心 但其实 说实话啊 我确实 每天都很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开心 我就会难过 你们懂吗 我不开心 我就会难过 所以我每天 都会很开心 因为我不想让自己 难过 所以我每天 都是就是去 去找一些 就是反正就是 让自己开心吧 也不是说 找一些事情 让自己开心 就是 就是让自己开心 就是 就是让自己还开心 只要我开心了 我就不会难过 开心了就不会难过 那难过的事情 就找不上我了 所以我每天 就开开心心的 我希望 就是世界上的 每一个人 都能够 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不然不开心的话 就会难过 不要难过 要开心 然后我 我真的很想说一句 我没有剪刀 就是这个糖水 我从直播到现在 我开了 大概有半个小时 差不多吧 这个糖水 这个袋子 我还没给它解开 那牙咬不行 牙会崩掉的 这个牙还不是很牢固的样子 谢谢 谢谢蓝金 真叫蓝金 蓝金针好热情 蓝金针是个 非常无比之热情之人 然后是什么事情呢 然后今天 想说一下选 初心女孩这首歌吧 其实这首歌 我在选歌的时候 也是第一次听 当时选了很多首 被选 之前我不是在房间里 问大家 想看我跳什么吗 大家给了我很多建议 但是这些建议 我放到授权歌单里的时候 就发现授权歌单里 并没有这些歌了 就是以前的那种老歌 几乎都没了 然后 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些 就剩下几十首 就剩下几首 十首左右吧 然后 然后呢 然后我再自己 再选了一下 就选出来了 四五首想要表现的歌 就是根据大家的推荐 就是第一 就是第一首 就是这个 初心女孩 然后还有 Hot Beat Hot Beat 还有Lumme Lumme 还有Lumme Lumme 还有什么吗 好像没了 还有一个是我 我那个总选 不是 就是那个 青春盛典的PV 什么好多个别碰我 就是那个青春盛典的PV 然后呢 当时呢 我当时 当时拍PV的时候 Oh Don't touch 当时拍PV的时候 我就 就是想 想唱的歌 就是木 不是木偶 什么木偶呀 那个 皇家文杖 皇家文杖 但是如果我想表现 我皇家文杖的话 我觉得我这个 我会 我会弄的跟木偶差不多 我会弄的跟木偶差不多 然后我就在想吧 那我弄一个开心一点的 弄一个开心一点的舞台 我知道那首 我知道那首歌很可爱 但是那首歌 我会感 我感觉我会弄的跟 我感觉我会弄的跟那个 跟木偶差不多 我就 不太想 不太想弄差不多的舞台吧 谢谢七叔的巧克力 谢谢 我终于开上了 不容易啊 要吃上了 然后我在听到 这首歌的歌词的时候 就是 第一句嘛 不就是 手机忘了带 迷路满班牌 就是手机忘了带 好像是我经常发生的事情 好像已经有三次 下了公演之后 把手机忘在剧场 的事情发生了 然后迷路满班牌 好像最近出门 去到一个不熟的地方 似乎都会 都会迷路 就是感觉这首歌 就跟我很像 我就想说 那我就把生活中的我 搬到舞台上来 让大家更加的 去了解一下我 并且 它还有一个歌词是 嗯 天哪 咱没关门 就是 嗯 等一下我没关门 我去关个门吧 咱们房间门没关 然后那个走廊里有个男生 有点害怕 请 咱们 救命 我吓到了 救命 等会我缓一下 我跟你们讲个事 就是 就是刚才 刚才我下去了一趟 我下去了一趟 然后当时温温是在房间里的 我下去了一趟 我去还东西了 然后温温是在房间里的 然后 我没带 我没带那个 房卡出去 然后他应该知道 我很快会回来的 但是温温他要出去吃夜宵了 然后等我下去还东西 回来上来的时候 温温他已经出去吃夜宵了 然后他知道我没带 没带房卡 他就把这个门给我开着 给我留着门 然后他就出去吃夜宵了 然后我回来看的时候 发现温温不在房间里 我也以为他 我也以为他是就是 我以为他也是就是出去 给东西或者是干嘛了 他我觉得他也是 马上就回来 我也就懒得把这个门开着了 关上了 我以为就是说 我以为就是说 就是说 就是说他故意开着的 然后他也懒得拿房卡了 这个事 然后 所以就没 没没没没没没关门 谢谢谢谢皮皮 下了0.1分 等我 等我继续说 然后 然后刚才跟你们讲话的时候 就是就是就是门口有 就是门口有 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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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的声音 就是很 很那种什么 男声的声音 然后我就觉得害怕 我就说我去关门 然后 然后 我去关门的时候 我就发现 他 他 他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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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关门的时候 发现 他从那边 走过来 走到我的房间门口 然后 他浑身上下 没有穿衣服 他就穿了一条 就穿一条内裤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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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内裤 有种穿了跟没穿的一样的感觉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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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 就是把门 就 就 给 给 给关上 就他 朝我房间里面看一眼 然后 就 就直接把门关上 然后 然后他还 他还跟那 就是那边好像 还有另一个人 然后 那边那个另一个人 他就 他就说了个什么 反正没听 现在说已经把门关上了 不是 咱们 昨天 昨天走廊 应该是有监控的 他什么也不穿 他就穿了一个 穿了一个没穿一样的内裤 在那下晃 有啥 还来我 还来我房间门口 看 看啥呀 说不了一点 说不了一点 给我都没胃口吃东西了 给我都没胃口吃东西了 这确实也是我大意了 我没有关门 谢谢陈渝的巧克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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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金的巧克力 谢谢 主要是 这是我也大意了 我没有关门 这服了 谢谢 谢谢气势的巧克力 谢谢 谢谢 冒充服务员 都不会了 冒充 就是服务员 敲门 我们一般也不会开 因为我们也没什么事 我们也没有叫服务员 我房间住得好好的 叫服务员 说不了一点 然后 哎呀 他逃死了 谢谢 谢谢 小跟班的 帮弟 谢谢 谢谢 小跟班 谢谢 反正当时就写了初心 女孩这首歌嘛 主要就是觉得 而且他还有一句歌词 叫什么来着 世界快速换化 唯有初心不变 确实啊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现在 就是很快速的在变化嘛 但是 咱们还是一样的 像我发言里说的 这三个月 还是 一直不忘初心的 追逐着自己的热爱 奔赴在自己的热爱里 所以呢 当时听到这首歌 我就想选它 然后最后就决定唱它 就是觉得 其实还不错了 再然后呢 反正就是这么个事 就是毕竟 而且说实话 我自己也很 就是我 就是其实 你们知道吗 我今天的发言 其实是想把我 这一个多月以来 想说的话 都说 都写在里边了 虽然说可能稍微 删减了一点 但是大概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今天 我在舞台上 说的那些话 我想要更多的舞台 但是呢 也想要 就是这样子变优秀 而且就是 什么来着 对 就是 想要变得更优秀 然后变得 更快乐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 然后毕竟 就是 现在就只剩下一周了嘛 而且呢 我今天似乎 我就是 就是不是因为什么原因 就仅仅是因为 我来到广州之后 就觉得大家真的好热情啊 我走到哪 就是我去上个班 有人会叫我的名字 有人会让我回头 不是上海不热情 是上海都熟了 上海的都熟了 我想说 我想说 哪次命差 不是你们几个人在看 哪次命差 不是你们几个人在看 那战区的那群人 我现在都 都差不多能对上话吗 都差不多都快能对 都快能 就是 都要 全部都能对上话了 真的太想笑 谢谢 七十的巧克力 谢谢 我又没有别的公园上 我每天我就在那守着命差 然后 然后看命差呢 就出来来去去 咱们就是那几个人 咱们都熟了 大家都不会很热情了 就在鞋子里 整天就能损我 整天都能说我 就现在啊 咱们去 去一趟 去一趟 就是命差的公园 大家都不夸我了 大家就在那损我 咱们就是 今天 今天在这儿 在这儿 就是这个展演的时候 就是突然来了那种 我第一天出道的那种感觉 就大家给我的感觉 就是我第一天出道的 那个感觉 就是 大家会叫我名字呀 或者是大家会让我回头 看一看 给我拍这张照片 或者是 反正就是 就是回 像我 就像我第一天出道的 那个 那个感觉 我 我那个什么 我早上五点 五点多去机场 八点钟的飞机 因为我们还有 我们今天白天 都花到时候 还要去上海排练 看在广州的 也是那几个人 不是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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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诺诺 你听我说 虽然说 我家来的人呢 虽然说 咱们就是 你们来看我的人呢 就是大 也不算大部分 有 可能一半 一半 可能一半 也是 也是在 也是在 在命插 看我的那几个人 但是会有一些 之前在广州 去不了命插的 或者是说 会有一些 中泰呀 北京呀 成都呀 重庆呀 这些分团的粉丝 这些粉丝 我没见过 但是我觉得 他们好热情 虽然他们也不 虽然他们也 就是没有是说 是专门来看我的 但是 他们来看别人 他们来看 看 看我们的公演 我就觉得很热情 所以 不是说 不是说 你之前看展演的 也是那几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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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除了 除了咱们 上海的 那几个 那上海那几个 那当然就是那几个 那还有一些 北京呀 中泰呀 就是 这里的粉丝 就很多 就还是 有认识到新的人 然后呢 而且 而且就是来到这之后 就是 就是跟 之前 之前其实跟 跟新人 Top16 大家 这些人 其实基本上都 不认识 然后也不敢 也不敢搭话 啥的 但是呢 今天 就是 就是通过这 这两三天 短短的时间 但是我们好像似乎 都稍微熟悉了一点 彼此 然后 都互相加了 微信 然后认识了 然后 我也去 我也感觉 摸人屁股了 然后就是 感到人面前 扭屁股 摸屁股了 然后 然后 什么 有人说我在后台最活泼 不至于 我觉得不至于 猪献长入坑呢 谢谢你喜欢我 谢谢笨猫的0.4分 谢谢哦 谢谢 我觉得没有吧 主要主要是加很多美女的微信 加很多美女的微信 就加很多美女的微信 还摸了很多美女的屁屁 还摸了很多美女的腰 还摸了很多美女的腿 你们知道吗 这个最重要 我一定要说一下 今天想谢谢你 穿了个黑丝 天哪 我在后台一直在摸她的黑丝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真的受不了了 谁 我 不是 不是 那么就是说 少来 少来 就是可能这种机会难得 你知道吗 杨欣一件穿个包囤裙 天哪 天哪 还穿黑丝 谁顶得住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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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 他们说我是闲眼包 你还没损我 你整天就说 就说我 哈喽哈喽 谢谢 今天 这其实没有很大的失误 这其实没有很大的失误 大部分都是一些小小的毛病 没有做到非常完美 但是没有 没有那种严重的失误 就觉得 很开心 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好多道具还好了 其实还好 谢谢七十的巧克力 谢谢 还不睡吗 再播一会就睡了 也不是睡 睡不了一点 我们要收拾东西 然后还要 还得去 就是去坐飞机了 回上海了 没有很多道具吧 干嘛扣问号呀 河马为什么扣问号 东西还不收拾 哎 等会儿收 等会儿收 我三点开始收 再播一会儿 再播了就去收 反正五点五点半的飞机 五点半的车 压下坐八点的飞机哦 我不困吗 我困了 我感觉已经好久没睡觉了 但是没办法 跑机场过夜 别太 别太这样 别这样 咱们还是要好好休息的 好好休息 我可能没办法好好休息 但是你们一定要好好休息 本来想着今晚上 最多也就到十一点多 没想到跨年了 今天晚上 为什么 为什么都说我鸡掌 就像一只小绵羊呀 鸡炒鱼饼超厉害 但是它那个软凳 需要收费的吧 那个软凳需要收费的 声音很颤抖 我以为我当时 我当时嗓子嗓子真哑了 鸡炒鱼饼刚结束 还有五秒钟零点 然后我们一说完话 你们就开始新年快乐 这是我第一次跨年 这是我第一次跨年 第一次跨零点 天哪 原来是这种感觉 像咩咩咩 真的吗 我都没听过 不是不是不是没听过 我自己没感觉 我当时机长的时候 我当时自己没感觉 我机长的时候 有什么咪咪咪之类的 希望明天不要晕鸡吧 我明天去机场吃了 我太想化妆了 我说的尾音在咪吗 啊 真有吗 不行 可不能让你们看到我素颜 还是坏一点 不然我就不屑了 这个妆我就带到上海那些 这是营养汤吗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这是 这是某个人送我的 下班的时候 有粉丝送我的 某个人可以出来一下 出来说一下这是营养汤吗 嗯 就是营养汤 好吧 没吃过呢 第一次吃 真是第一次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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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真在海底捞过夜吗 真不去休息了吗 别吧 还很累的 九号航管是什么 是干嘛的 我能去吗 你们不会 你们不回去休息呢吗 就在中态那玩 我们 反正 他们 但是机场贵 不好玩 对啊 又贵 又贵 然后 然后又那什么 又贵 然后又 就是一般 真好 在中态旁边 要几个事 说实话 之前 之前 我们在上海的时候 就是 就是 他 就是 就是 张一婷家的粉丝都很显眼包 张一婷家的粉丝都很显眼包 就是 就是 把那个握手券给张一婷 让张一婷去到处握手 然后 然后呢 当时 当时 因为今天我坐在张一婷旁边 让张一婷家的粉丝 就 挺好的 就顺便也给了我几张握手机 然后让我去 去让我去社交 让我去到处握手 然后 咱们 啊 第一个 去握的 咱们就是去握了 想认识已久的 去握了想认识已久的 马兴允前辈 然后呢 我一去啊 我就直播着跟马兴允前辈说 你好 你好 我是你的粉丝 现在你好 久了 终于见到你了 我就特意从上海过来看你 不对 我前两天特意就从上海过来广州 我就等你 我就等你 你终于来了 终于见到你了 可以握一个手吗 好开心啊 见到你了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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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玩的是 最好玩的是最开始 最开始马兴允前被吓到了 他吓到完了之后吧 他就 他就 他就跟我聊天 他就说 他就说 可以加个微信 然后我就说 不能加不能加 你要有像我像的字 我是粉丝 不能加微信 不能加不能加 不能加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嗯 嗯 旁边的那个staff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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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旁边stuff就说 旁边stuff就说 哦对不能 旁边stuff就说 不能加微信了 不能加微信了 而且那个stuff还不掐我表 我就说说累了 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然后我就是 我得转头看stuff 那stuff就一脸疑惑 干嘛呢 我说你们怎么不掐表呀 吓死 然后我还拿这个握手键 我还拿这个握手键 去握了流星元前辈 最后加了 我加了加了 我我加后来 加后台加的 咱们做小粉丝的时候 可不能加啊 那咱们做同事的时候 可以加 加了加了 在后台跟他就是这样 在后台的时候 我还在那说 就是就是当时 准备到准备到 马兴尹贤卫上去展演的时候 我还在那说 啊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今天 我是今天跟你握手的小粉丝 他会看你的表演哦 加油哦 我说啊 请在你的表演哦 吓死了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我去握了 流星元前辈 我去握了流星元前辈 我跟流星元前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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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说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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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溪 我终于见到你了 小溪 啊第一次见 好激动 好激动 我说什么 我说 我说 我是特意前天从上 前天从上海过来的 我就是为了看你这个展演 我说 我就说 我就说 天哪 你好可爱 第一次见到你 好开心呀 我说 我说 你今天除了 你今天 你今天 然后我就 我就问他 我就问小溪 你今天除了 你的展演 你还有助演吗 然后小溪前辈说 有哦 有一个助演 是一个美女的展演哦 然后小溪说 你记得来看哦 真是个美女 我说 哇小溪 你有助演 好棒哦 小溪 小溪那今天 我看你助演哦 她说 好的好的 然后第三个就 就问了杨兴雨 为什么后来选择去握杨兴雨呢 是因为实在没事干了 然后我就说 杨兴雨 咱俩握一下 然后就跟杨兴雨说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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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大鱼 我真的很喜欢 我说 我是上海的粉丝 我是命差的粉丝 我说 我是命差的粉丝 我知道你要来这 我知道你要来这广州 助演之后 我知道你要来这广州助演之后 我马上就买了票 来这要看你 然后你不是28号的飞机吗 然后我还去送机了呢 跟你一起来的 我还去那个 28号到了这 我还接机了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我 我真的很开心 能够和你一起来这里 然后看你的这个展演 真的好开心呀 你要加油哦 加油哦 然后我们回上海见哦 然后继续在命差里见哦 我这是命差的粉丝哦 好好玩啊 我今天被温尔奇的那个歌给启闹了 支配者 太好听了 这首歌 也可能是我听多了 这两天跟着温尔奇的歌 我现在听 嗯 然后我有在想 像温温她今天的这种展演舞台的风格 有没有可能我以后 也能尝试一下这样的风格 然后我仔细想了一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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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不了一点 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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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说起钟钟 我要说了 钟钟真的好热情啊 谢谢 就钟钟真的好热情 就前天晚上我们来的时候 来到第一 前天下午来第一天我们排练的时候 其实钟钟钟 其实钟钟他们还没有来 还是有工业来着 反正那天他没来 然后第二天我们去剧场排练 也就是昨天去手排练的时候 看着他了 然后当时我还就是 就是我不认识他 我只是知道他 然后就是看过照片 看过舞台 但是你们知道吗 我脸吗 我有点难以对上人 真的很对不起 真的很对不起 谢谢 按我按了两千张 我刚才就想按我按两千张 按什么两千张 然后突然想 应该是照片 然后 希望这两千张照片 能够出几张好看的吧 然后就是 就是那天 就刚来剧场排练那天 然后那次 那次是我第一次见到钟钟 然后 然后之前就是 在网上看到照片啊 看过舞台啊 知道 知道钟钟 但是就是 就说了 我脸忙 我对不上人 我对不上人 然后呢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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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当时 钟钟就给我打招呼 我会进去 然后他就扫尸一圈 然后对上我 给我打招呼 他就是 你怎么来了 我当时不知道是谁 但是为了不显得尴尬 我就 为了不显得尴尬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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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然后 然后 然后呢 然后当时开始排练的时候 他凑过来说要叫我微信 然后就加了 加上加了之后 他就直接把他的备注发过来了 就直接发了名字过来 我就说 这就是猪猪 然后他就一直 他就一直在夸我 但是我很想夸他 但我不会夸人 他就一直在夸我 然后 哎呀 我也不太会夸人 然后我就用我 蹩脚的夸人手法来夸他 但我真的也很夸他 你知道吗 就就在那前一天晚上 我还在B站刷到他的缝 不是猪猪 是钟钟 是钟文杰前辈 最很巧的是 就是在那那个前 在那天的前一个晚上 在那天的前一个晚上 我还在B站刷到他的缝 没事没事没事 然后 然后当时我当时还在 比我小的前辈很多呀 比如说 比如说咱们上巴的 瑜伽卫前辈 然后 他真的就是很热情 就然后 因为在夸我 我真的就是咱们不太会夸人 就用咱们 蹩脚的夸人技术来夸 对啊 瑜伽卫前辈比我还小 然后 然后反正就是这么个 这么个事吧 然后 然后当时就认识钟钟 然后后来今天 今天我还说他 今天我跟钟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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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一直以为你是甜妹来这儿 没想到你不 你你你你不是甜妹 他说 我不是甜妹 我只 我真一直以为他是甜妹 真的 我真一直以为他是甜妹 然后 然后 然后就是 然后还有谭思惠前辈 我真一直以为谭思惠前辈是那种帅帅的前辈 就是有点那种 就是就是那种风格上很帅的那种前辈 但今天就是有点颠覆了 就是对他的认知 就是他今天跳了这个那个歌 就是一个很性感的歌 就是性感的歌 然后就是 大吃一惊 他大 咱们就大吃一惊 其实有些人算后备吧 比如说 成都团 比我们出道晚的 G2 G2的 G2的 还有还有那个重庆团 比我们出道晚的 还有 还有 广巴的偶言新进来的 比我们亮相晚的 好像几乎都算是我们后辈 我们那天还有那个偶言的 偶言的刚来的叫我们 叫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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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们前辈 给整的怪不好意思了 有和卡比聊吗 有啊 我俩聊的话 真的就是 真就是 真的就是 就是在那发疯了 倒不是 舞台和私下有出入 就是我对他们的舞台风格 就比如说我之前 对于 中中的舞台风格 我觉得他是走甜妹风的 然后比如说像 你谈 四会前辈 我之前就觉得 他的舞台是很帅气风格的 但今天就是 就是 就感觉不一样嘛 别说我经历很帮 是很有活力了 我真的 就是 好好笑 就是 就是 就是每个人 自说我好像很有活力的样子 但我觉得还好啦 真的还好啦 摸摸 摸谈色前屁股了吗 没摸谈色前屁股 但是 我也记得 我也记得 谈色前辈子 关不掉的时候 下面都在 急叫 我也记得 谢谢 谢谢 无城街上的一分哦 谢谢 谢谢 我没摸他屁股 但是我帮他系领带了 就是他不会系领带 我说我会 我会 然后 我再给他系领带 让他很高嘛 让我再给他系领带 然后我就 咋子带着笑 我就咋子带着笑 然后就笑得乐呵呵的 和乐乐呵的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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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stuff姐姐就说 我们那个stuff姐姐就说 啊 云友卢成心啊 帮人家系个鞋带 不 系个领带 系个领带 你那个嘴都快要咧到后槽牙了 这就真的是 真的是 那个什么 就有一种 就有一种 就是 就是咱们就是嫌妻啊 再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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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 寄领带 让他睡上班的那种感觉 然后 他可能不好意思看我吧 他就这样子 又这样子 又这样子 然后我就早上给他 寄个领带 我就早上给他寄个领带 他就这样子 好好笑啊 就这样子 我来查吧 就这样子 我来查看